今天呢,咱们来说一下1998年发案的广西河池监狱腐败沃案 这件事啊,充分的验证了一句话 叫,有钱钱受罪,没钱人受罪 话说是1997年的10月初 广西的王贵军呢,通过熟人认识了广西罗城监狱的副监狱长胡耀光 之后没过多长时间,他又专程跑到罗城县找胡耀光 他的弟弟王贵生因为犯强奸罪,被判了九年徒刑 这刑期呢,是到2002年4月7号 现在刚97年底啊,他想请胡耀光啊,帮帮忙 把我弟弟先办一假事,人先出来 胡耀光一听,这有什么呢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不是难事 都有运作的空间,啊,有空间 王贵军一听啊,心下了然 11月24号,他带着钱再次来到罗城 胡耀光还约了御政科的副科长石军 一块儿来跟他商量这空间的事 王贵军拿出两万块钱放到桌子上 老两位,拜托了,我弟弟这假事啊,你们看 胡耀光往桌子上扫了一眼 两万块钱,你弟弟的刑期还剩四年半呢 这一天才合十多块钱呢 够干嘛的,说完饭都不够 王贵军呢,就在这儿求情,家里真是没有什么积蓄了 父母岁数也大了,都有病,他又不争气 胡耀光一听啊,不高兴了 没钱还找你弟弟干什么呀 把钱拿回去,给爹妈看病时吧 说完了站起来,走了 王贵军自个儿琢磨了一宿 这来都来了,就为办这事儿 两万嫌少再商量嘛 第二天,又给胡耀光打电话 这回来的,只是御政科副科长石军一个人 两个人讨价还价 最后啊,商量到两万七千块钱成交了 王贵军多了个心眼 石军拿钱就走 没留下任何的凭据 回去之后扭头不认账了 我找谁说理解呢 他多了一个心眼 把双方交易的谈话全都给录下来了 咱再说那边香 收了钱之后啊,真办事儿 石军把他弟弟王贵生的简刑材料改为假式 由胡耀光签发之后 报河池地区中级法院刑二庭审批 1998年春节之前 王贵生就给放出来了 您瞧瞧这效率 从收钱到放人两三个月的时间 讲究的就是个效率和诚信 好玩儿的事儿在后头 王贵生这回出来之后啊 胆子是越来越肥了 他觉着,哎,你瞧瞧 没人能管得了我了 近期都能提前假释出来 在家里是打爹骂娘 欺负嫂子 亲朋好友们 邻居们 他逮谁祸害谁 成了一个公害了 他哥哥王贵君呢 没事儿就抽自己打嘴巴 我这是何苦来哉呢 啊,花了两万七千块钱 就请回来这么一个祸害呀 还不如让他在里边 把这刑期服完 没准还真能改造改造 你说现在无法无天了 不行,不能留他在家里头 哦,我还得把他送回去 给胡耀光打电话 胡建议长 我弟弟,要不你们收回去吧 在家里这不行啊 打爹骂娘摔祖宗牌位呀 你们把他收回去吧 好不好 我当时不是给了您两万七吗 凑个枕儿 不行,您退我两万 这人还是您的 胡耀光差点气乐了 我没听说过 怎么拉屎往回溯 我要他干什么呀 我要的是钱 我就不愿意跟你们这些穷人打交道 花这么点钱吧 屁事还特别多 秃鲁反账来回来去的 我告诉你王贵君 王贵生的假事是符合法律的 一切都是照章办事 我没见过你 我也没收过钱 说完了 夸一下电话给撂了 王贵生又给他打过去 这回态度不太一样了 胡监狱长 这个事你必须给我解决了 我可告诉你 我有当时你们收钱的录音带 胡耀光一听着火 唐一下就撞上来了 你是谁呀 我是谁呀 你敢威胁我 而且收你钱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在场 我不知道这件事 这个录音带 你愿意给谁听就给谁听 愿意上哪放你就上哪放去 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要再打电话骚扰我 把你也给抓起来 夸 又撂了 万般无奈之下 1998年4月 王贵君呢 给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写了一封信 什么内容 有意思了 请求检察院重新把他弟弟收监 并且把我当时花的那两万七千块钱的假设办理费给我退回来 一块寄过去的还有当时交易的录音磁带 还得说是检察院 人家不要钱 办事效率还特别高 接到这份材料之后 马上派人调查 之后成立专案组 在1998年的5月19号上午 专案组兵分三路 一组突审胡耀光 一组突审石军 另一组待命 准备随时对胡石二人的住所和办公室进行搜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专案组抵达了距离县城四公里的罗城监狱 先向监狱党委做了案情通报 并且对胡石二人进行传讯 面对突击审查 身着司法警察制服的胡耀光 对这些事实实口否认 强装镇定 极力掩饰人内心的恐惧 我是党员 是一名领导干部 受党教育这么多年 我以人格担保 我不可能知法犯法 办出这种事情来 所谓是言之凿凿 信誓旦旦 同样 对石军的讯问也没有什么突破 他的态度也是非常顽固 这录音代理是你吗 不是我 我听着怎么那么像啊 那就是像而已 请组织明察 还我清白 专案组一看 这不拿出铁的证据来 是撬不开他们的嘴呀 天快黑的时候 第三组人马开始搜查 这结果非常令人振奋 从胡耀光的住所 搜出现金存折五十多万 另外呢 还有一个密码箱 从石军的住所 搜出现金和存折 有十一万多元 那只密码箱 在检察官的注释下被打开 里边有三十八万多元的现金存折 更重要的各位 还有几封犯人家属 请托办事的信件和字条 那一刻 胡耀光长长的出了口气 拧着眉头表情复杂的 闭上了眼睛 警初步查识 胡耀光共作案二十七次 涉嫌受贿金额六十八万多元 石军作案九次 涉嫌受贿金额将近十九万元 五月二十号的凌晨 胡耀光和石军两个人的帽子 被摘下来 衣服上的肩章臂章全都被扯掉 之后被押进了罗城县看守所 刑事拘留 根据胡耀光交代 罗城监狱涉嫌寻私舞弊 受贿 违法假释 减刑 保外就役的中层领导 也就是大队一级的领导就有几十个人 专案组迅速扩充警力 加大办案力度 但是他们的取证工作受到了重重的阻力 这些阻力不光来自被调查的政法干警 也来自于那些行贿者 好不容易死缓改成无期了 好不容易无期改成十五年了 好不容易这人提前假释出来了 你现在让我们去作证 行贿了 绝对没有这事 您就可想 专案组的调查取证会是多么的困难 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之后查明 罗城监狱数十名干警 何池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二亭亭长梅哲文等人 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当中 涉嫌违法犯罪 共有206名服刑人员 或违法减刑假释或者保外就医 这个案件涉及犯罪金额达到300万元 罗城监狱医院院长张贵 何池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刑二亭亭长梅哲文 罗城监狱原育政科科长潘兆轩 罗城监狱出入监大队党委书记陈贵贤 罗城监狱乔二矿党委书记维家国 罗城监狱御政科主任科员罗平 罗城监狱乔二矿副矿长梅远贤 罗城监狱水泥厂管教科科长陈继财等人 纷纷被立案侦查 罗城监狱的丑恶在检查机关艰苦认真的工作之下 被层层揭开 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的时候 很多犯人跟家属都说这么一句话 是 有钱钱服刑 没钱人服刑 罪犯钟某 因为犯诈骗罪 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因为向胡耀光 潘兆轩 梅哲文等人 刑贿5万元之后 这刑期还没过半 就在97年1月获得假释 你按照法律规定 服刑人员刑期没过半 那是不能假释的 罪犯陈某在服刑期间 他爹借了2500块钱送给胡耀光 这陈某马上就减刑半年 老头一看 这是一招啊 马上就跟陈某商量 把家里的家具 结婚时候的金银手制 带来的嫁妆全都卖了 凑了5400块钱 给胡耀光买了一台组合音响 音乐就是有魔力啊 音响买上之后 这服刑的陈某 马上就得了肺结核 被保外就医了 陈某的父母事后承认 我儿子根本就没有病 老虎他都能打得死 是我们花钱把他给买回来的 罪犯李某 因为流氓罪 1987年被判了8年 服刑期间逃脱 抓回来又被判了4年 办案人员对李某假释这个案件 向胡耀光取证的时候 他说呀 当年李某逃脱 就是我带队追回来的 被追回来之后 李某向胡耀光行贿2万元 向李远贤 陈继才各刑费5000元之后 在刑期没有过半的情况下 就获得假释 蒙混出监 检方查明 从1993年开始 罗城监狱就存在 以前底刑的问题 那个时候 只要是罪犯或者家属 愿意向所在的大队或者中队 缴纳3000块钱的赞助款或集资款 这人就能减刑一年 缴纳4000块钱 保外就医 缴纳1万块钱 可以获得假释 完全就是明码标价 当个生意来做了 罗城监狱从这些收费当中 收受各种款物 达到300多万元 后来司法部专门下文规定 不许监狱收受赞助款 可放着大肥肉不咬两口 这心里边可是真难受啊 真痒痒抓脑得慌 一些监管干部 就把以往的公家收费 变成个人收费了 并且撕定了收费标准 办理减刑呢 一个月七十 办理假释呢 按照剩余刑期的多少收取费用 每年一万 保外就医 也是一万块钱 甭管是谁犯了什么罪 只要按照上边说的 这个标准交钱 什么叫不符合 减刑假释保外就医条件呢 都可以办理 有空间 而何持市中级法院 刑二庭的韦哲文这些人 他们也知道这收费标准 你们收了钱 这事最后得我们批 我们白批嘛 对不对 再说你们这也不合法 他们就用手中审查裁定的权力 从中插上一杠子 分一杯羹 一碗水端来 大家喝 当然了 收钱的那些狱警们 是不愿意把自己的钱 分给韦哲文他们的 扭回头来 就把收费标准 又给提高了 把你这份钱呢 我当给你要出来 我的给你那可没门 就在这种利益共享的原则之下 一股恶流循环往复 直到1998年5月案发 被判刑八年的马某 服刑还不到一年就假释出奸了 促成这个结果的是一份刑事裁定书 上边这么写 马某在服刑期间能认罪服法 积极改造 三课学习成绩优良 协助干部做后进犯人思想转化工作 三十三人次 而且效果很好 制止违规行为十二起 账目日清月结 无差错 为职工和犯人治病三百多例 加班六百九十六个小时 做好事三十七件 有悔改表现 您听听 要不说最后这句有悔改表现呢 我还以为是说 哪位劳动奖章获得者的事迹呢 咱们国家监狱执行百分考核规定 表现最好的 一个月只能凭五分 你积满四十分 可以减刑半年 八十分减刑一年 积一百二十分 可以减刑两年或者假释 但是你这服刑一年都不到就假释 这按法律来说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罗城监狱的管教干部们 不管这个 收人钱财与人消灾 拿钱就得办事 咱讲的是个诚信 对犯人的表现 不好的愣说好 分数不够的给他往上加 从中队 大队 监狱到法院 从承报 审批到裁定 犯人的所有材料 一应俱全 毫无破绽 这些违法办理的减刑 假释 或者保外就医 往往都披着合法的外衣 而且在诸多环节上 不容易被看出来 这是一条龙 因为受贿 被判刑12年的维某 他的刑期呢 从1990年5月开始 投入到罗城监狱服刑之后 他媳妇就在95年 给潘兆轩送了1万块钱 老潘这人讲究啊 收了钱 马上给办了保外就医 1996年9月初 维某夫妇又找到潘兆轩 帮忙办假事 潘兆轩说 这假事可不比保外就医 要活动的人 他也比较多呀 那两口子赶紧说 明白明白 您看看 大概其实个什么数 我们准备就是了 这人是受贿呀 一看呢 就是进来之前 还有赃款没查清楚 潘兆轩一听这话 挺满意 对了 这么聊天他就上当 办什么事 它是什么价钱 扭回头来呢 找胡耀光商量 这俩人是沆瀣一气 吊着膀子挣黑钱 有什么不能办的 10月15号 潘把维某的假事材料 报请何持中院行二庭 韦哲文呢 挡着不批 当我傻呢 你这个人一看就不合规定 你们肯定是收钱了 不讲规矩了 自己全留下了 潘兆轩心里也明白 得了 没蒙过去 没蒙过去就给吧 是不是呢 10月19号 韦哲文主持这个案件的合议 在会上根本就是明说了 今天这个韦某是潘兆轩的关系 大家伙给照顾照顾 大家一听 庭长发话了 照顾照顾就照顾照顾呗 假释通过了 这件事之后 潘兆轩分两回 收取了韦某 一万九千块钱 分给胡耀光五千 给韦哲文七千 他记几个儿 也落七千 罪犯欧某的母亲 和胡耀光俩人呢 是亲戚 有一回就跟他提起来 让欧某提前出狱这件事 胡耀光跟他也不见外 实话实说 办 能办 但是得花钱 我也得去找人呢 他找的谁呀 就是跟他长期合作的 韦哲文 只要是办不符合法定条件的 简刑假释 胡耀光都请他帮忙 当然你得带着意思去 多年以来呀 他们之间的配合 也算得上是非常的默契了 韦某原来在柳州监狱服刑 1996年 韦哲文收到他亲属的 一万六千块钱之后 通过胡耀光 把韦某调到了罗承监狱 1997年 罗承监狱给韦某 承报简刑一年 韦哲文呢 却非常积极主动的 裁定为简刑一年半 1998年 韦哲文又以中级法院的名义 致函罗承监狱 点名承报韦某的假释材料 因为韦某的考核不太标准 而且刑期也没有过半 监狱没网上报 三月份的时候 韦哲文 亲临这韦某所在的中队 要求该中队 承报韦某的假释材料 中队领导说 那这得集体讨论呢 我一直不能做这主 韦哲文邪了他一言 讨论什么 我说的就算 中队人一看 那咱惹这麻烦干嘛呀 是不是呢 第二天 就照韦哲文的意思 承报了材料 到五月份 行二庭裁定 唯谋假释 以此自上而下的裁定 顺利完成 原先呢 这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单向承报 现在成了双向流动了 这里边可有玄妙啊 自下而上 少一分钱都不行 谁给你网上报啊 而且每个环节的每个人 都能有好处 自上而下 那可就不一样了 下边的人 你们就乖乖的听领导指示就行了 钱都在人家腰包里头呢 罗城监狱呀 是1984年由矿物局改制过来的 很多的干部职工 一夜之间突然就穿上了警服 成为了监管警察 对监狱而言 生产经营和监管改造并重 当伟风工是这样 监狱长 政委负责生产经营 副监狱长 负责监管改造 就这样 胡耀光处在一个显赫的位置上 所有假释 减刑 保外就医 您别看他是副监狱长 但他是县管 全他遗人说了算 没有他的批示签字 什么报警材料 你也发不出去 从查明的事实来看 监狱中层领导 在违法办理假释 减刑 保外就医的时候 不管跟胡耀光有没有关系 都得给他送钱 向他请示 看他的颜色 从胡耀光办理过的案子看 只有一例是被集体讨论卡住的 这可怎么办呢 他老人家呀 只身下到育政科 指令办事员 把这个犯人保外就医的材料 给我准备好 然后上报驱劳改局 大领导亲临基层指导工作 发话了 小办事员干说什么呀 这件事情办妥之后 胡耀光跟犯人家属 要了两万块钱 自己留了一万 另外一万呢 拿去封住了主管审查的潘兆轩的嘴 咱们再说这韦哲文在邢二厅啊 也是全清一放 邢二厅的一位审判员说 说实在的 九四年之前呢 邢二厅的工作一直是比较正规的 因为什么呢 韦哲文是一九九五年开始主持全面工作的 这之后 厅里就开始搞创收了 罗城监狱呢 是每一个季度报一批减刑和假事 案件报上之后 分案之前 韦哲文已经提前列好了一批犯人名单了 然后把案卷按名单抽出来 直接名说 这是谁谁谁的关系 那是谁谁谁的关系 然后呢 把这些事啊 交给他信任的人去办理 简刑假事 基本都是他一人说了算 事先都已经定好了调了 按程序简单审一遍 这就算定下来了 韦哲文胆大妄为 不光是滥用职权 还敢篡改何一庭的决定 1998年3月 罗城监狱给罪犯胡某 承报减刑一年 4月2号 刑二庭何一庭讨论决定 给这胡某减刑十个月 韦哲文在收受了胡某家属 两万块钱的贿赂之后 擅自把减刑裁定改为了假事 并且把何一庭的讨论时间 改为5月6号 这也正好是胡范 刑期过半的那一天 而实际上呢 讨论的日期是4月2号 一个多月之前呢 最后 他在司法文书有图改的地方 加盖了自己的私人印章 1999年12月 何池地区中院开庭审理这个案件 最后的判决书呢 长达184页 胡耀光 犯受货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寻思舞弊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决定执行刑期十七年 韦哲文 犯受货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寻思舞弊罪 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决定执行刑期十一年 潘兆轩 犯受货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石军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同案的其他被告 也分别被判处 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 咱们来说一个 1998年 发生在辽宁隋中的 特大杀人抢劫案 1998年9月6号 晚上11点多 隋中第一高中 503宿舍 这女生们呢 都睡着了 就听啪啪啪啪 有人非常急促的敲门 还有个女人喊 开门 查宿 半夜查宿 这种事呢 也经常有 一个女生起床 把这门从里边打开 刚开一条缝 就冲进了两个男人 还有一个女的 在后边跟着 三个人呢 都是红布蒙面 手里头 还拎着低血的刀子 他们低声的说 谁都不许动 都爬床上 把钱拿出来 一帮高中小女孩 哪见过这个呀 都吓傻了 让干什么 干什么 所有的钱 都拿出来 交给他们 之后 这些歹徒 又逐一地敲开 其他宿舍抢劫 503的女孩们 也不敢出来呀 为了向庚夫报警 把这水杯 扔向了楼外 值班室的窗户 水杯落地 啪这么一声 俺说睡多死 都应该醒过来了 可是值班室 毫无动静 说话 这就快过起 一个小时了 九个宿舍 73名女生 遭到了抢劫 当歹徒 来到第十间宿舍的时候 里边的女生 早有准备了 拿床头柜 椅子 把这房门顶住 跑到窗户 向外边 大声地呼救 寂静的午夜时分 好几个女孩 扯嗓子喊救命 这动静可是太大了 歹徒们也害怕了 不敢恋战 下楼 跳墙 逃出学校 九月七号五点五十分 干警们赶到现场 他们发现 两名庚夫早就死在了值班室里 经过现场勘察呢 这案犯是从校园外边翻墙进来的 进入宿舍楼之后 将两名庚夫杀死 而后来到宿舍楼的最高层 对多个女生宿舍实施抢劫 一共啊 抢走了现金 九千零九十八元 还有一块手表 两名庚夫是被用大红色的绒布绳勒死的 其中一名庚夫身上还有几处刀伤 宿舍楼门没有损坏的痕迹 这说明歹徒是顺利叫门进入楼内的 很有可能是跟学校或者跟耕夫熟悉的人 当然也不能排除陌生人甚至是流窜人员作案的可能 由于歹徒们作案都用红布蒙面 也没有人说得清楚他们的容貌 只知道是三男一女 警方把工作重点放在了校园内部 凡是学校的教职工 学生或者和耕夫有密切往来的人 还有附近的街道机关 工厂学校 所有这些场所的人员都进行严密的排查 缠在庚夫脖子上的红绒布条 这是最直接的线索 但是经过一天一夜的调查 只确定这红布条是载客三轮车所用的装饰布 也就是说 这起血案的歹徒可能和人力三轮车有着某种的联系 指挥部派出一个小组 对全市所有的人力三轮车和机动三轮车进行全面排查 有一位三轮车主说 那天晚上有一高一矮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坐过他的车 当时呢 他发现每当前面有汽车的灯照过来 这俩人就一起低下头避开光 那种慌张的神色呀 有点可疑 车主描述这两个人的体貌特征 和部分被抢劫女生所描述的案犯中的两名 基本吻合 同时 另一组侦察员在走访旅店的过程当中 从一家饭店店主那儿得知 案发当天呢 有三男一女在他们这儿吃烧烤 店主大概齐地描述了几个人的特征 侦察员一听 这和女孩们的描述也非常的相符 但是经过连续三天的追查 这几个人都不是要找的 侦察工作陷入了僵局 指挥部决定向全县群众通报案情 但是仍然没有有效的线索 他们又把侦察范围扩大到周边的朝阳 锦州 盘锦 沈阳这些地方 也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9月17号 指挥部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 决定派一个侦察组 再次在第一高中校园内进行细致摸牌 这次调查仍然没有什么重大收获 发现的问题仅仅是三名学生因病假回家 教导主任跟妻子吵架了 离家出走 去向不明 经过追查 排除了三名学生的嫌疑 但是教导主任秦国元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虽然根据老师们反映 这教导主任之前也曾经多次跟妻子吵架 而离家出走 但这回跟案件会不会有关系呢 往下一查 秦国元有个弟弟叫秦国红 这人正是登三轮的 而秦国红还有一个情妇 以凶悍著名啊 叫信力燕 也是三轮车车主 经过进一步走访 秦国红和信力燕 都和第一高中教导主任秦国元一样 去向不明了 同时 另一路侦察小组反馈回来情报 有人反映 塔山屯镇白龙村 有个叫陈刚的青年 他喝酒的时候曾经跟人吹 啊 没喝多 一高中的案子 就是三哥们干的 得着这信之后 当天陈刚就被抓回来了 回了一审 他果然交代出来 随忠第一高中的案件 正是他跟另外几个人干的 另外几个人是谁呀 一高中教导主任秦国元 他弟弟秦国红 还有他弟弟的情妇信燕丽 另外还有一个叫刘庆贵的人 这人呢 家住塔山屯镇白沙滩村 连夜把他也给抓回来了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突击审讯 他也供认了 自己确实参与了九六案件 他交代说 秦国元早就设计好了行动方案 六号晚上六点 还特意在校园里 查看了一圈进出路线 观察校园的动静 到晚上十一点 秦国红 带着信燕丽 陈刚和刘庆贵 潜入学校 跟他会合 伺机动手 这个时候 隋忠县一高中的学生们 都已经进入梦乡了 早就熄灯了 唯一亮着灯的 就是一楼值班室 两名值班员 聂凤瑞和林慧全 正在屋里聊天 秦国元直接走到了 值班室窗户根 老林 把门打开一下 我家来几个朋友 看看楼上有没有空床 林慧全一听 这教导主任呢 不敢怠慢 赶紧下地开门 秦国元带着刘庆贵和陈刚 走进值班室 说几句话之后 秦国元就走到窗户那儿 假装咳嗽了一声 然后自己扭头又从值班室出来了 值班人员不知道 这是他们设定好的暗号 听见这一声弹嗽 秦国宏和信燕丽 马上也闯了进来 屋里还有俩人呢 四个人同时都拔出了刀 把这两名值班人员控制住 告诉他们 我们要钱不要命 接着呢 信燕丽就从兜里掏出白布 堵进了两个人的嘴里 说是这么说 实际上他们没想留活口 把人嘴堵住 手脚绑住之后 拿红绒布条 挨个儿都给累死了 秦国宏还拿刀 划破了聂凤瑞的胳膊和大腿 把这刀两边都粘上血 干嘛呀 上楼吓唬学生用 每个人的刀都粘上血 然后拿红布蒙住脸 秦国元留在楼前的自行车棚里放风 陈刚在一楼大厅接应 秦国宏信燕丽和刘贵迟到上楼 开始抢劫 案发之后的第二天 秦国元还上班呢 非常配合警方的工作 您让找学生就找学生 让找老师就找老师 直到九月九号 秦国元才感觉情况不妙 这风声怎么一天比一天紧呢 再往下查 会不会就到我头上了 和秦国宏商量了一下之后 匆匆的离开隋中 各自逃命去了 当然了 这么跑也是徒劳 没过几天在东莞 仨人全被抓回来了 咱们重点给各位说说 这教导主任为什么要抢自己学校的学生呢 还杀人 原因呢 也非常的简单 秦国元是随中第一高中的数学老师 由于这教学当中啊 挺有成就 被提拔为教导主任 随着时间推移 他这心啊 越来越膨胀 申请高级教师落选了 想入党也没如愿 身为教导主任 没实权 连党员都不是 他对学校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好几回他想找机会报复学校高层 但是都没得手 最终呢 他利用弟弟秦国宏 向校园的学生伸出了罪恶之手 秦国宏呢 其实也是个地痞无赖 跟他哥哥不一样 哥哥想要名 他想要的是利 早在半年之前 他就跟他的情妇信艳利 一块密谋 抢劫学校的运钞车 只是一直等不到合适的时机 同时他感觉 要做大买卖 自己这夫妻店 俩人肯定干不了 他雇佣了陈刚和刘庆贵 组成了犯罪团伙 仨人就算团伙 这四个人了 他表示 要按月给每个人工资一千五 根据情况需要 发展团伙成员 做这起杀人抢劫案呢 按照他们的设想 应该是三营 头一营呢 是秦国元出气 二一营 是秦国红发财 三一营呢 是让陈刚和刘庆贵 炼胆 将来好一块做大案 没成想 五个人 谁也没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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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